老师我希望怎么样 因为我希望这个做完之后 然后下方可不可以快速的帮我插入那个空白列 如果你要插入空白列以前要手动插入的话 变成说你要一个一个慢慢插入空白列 如果说每一次都要这样重新插入空白列 好像不是很有效率 而且如果说我今天的需求是 希望按一下自动加空白列 再按一下自动就删除了 因为有的时候好像有同学是他会计工作 好像需要一下子要有一下把它快速删除 所以如果说你不能够快速 所以我这边demo一下插入空白列 出现了每一个下方都有空白列 删除空白列就全部删关过 但是会有个问题 你会发现怎么插入空白列 这个图案变大 为什么 因为他会随着那个工作 出生格的高度去调整 所以如果说你不希望他变 有个方法选取这几个 然后按右键 做什么呢 在这边有一个叫物件格式 按右键物件格式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摘要资讯 摘要资讯呢 请你把大小位置 随出生格而变改成什么 对这样都OK了按确定 再一下 有没有他不会变 删除也不会变 只是说我如果今天希望 插入那个空白列 跟删除空白列要怎么做 那其实这个地方 第一个你可能需要学会一个物件名称叫Row Row加S Row 也就是列的物件 列物件里面如果要插入空白列的话 就是点Insert Insert就是什么 插入的意思 那只是说你可能在插入空白列的时候 可能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 你可能要从下面往上插入 为什么呢 你想说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从上的话 你会发现 假如说你今天插入到第三列吧 应该是这边 那可能它原来的下面应该是第五 再来就第五列插入 可是问题你插入一列之后 你会发现 本来的第五列已经又往下移动了 会受到影响 所以理论上 删除跟那个加插入空白列的话 记得要反向反过来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要插入空白列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两段程式其实非常简短 一个FOR回圈加一个音色就可以了 那怎么音色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插入一个什么程序 名称叫插入空白列 那里面的话记得 我反过来插入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 我先看一下我从最下面 第三十三列 那第三十三列 所以我跑了个回圈 回圈的话就是FOR 那特别注意我们本来是FOR FORI 等于 一般是什么 等于那个 比如说从第几列 从第三列到第三十三 可是倒过来 请你从33到3 大家是特别注意 后面一定要加个step 空一个-1 如果说你是正向的不用加 它预设是正向的 如果你反向的 请你一定要加step 如果你没有加这个的话 它跑一次就跳掉了 为什么 因为它不会再往下 后面的话请你加上什么 加上肉物件 所以打一个肉屎 点 点什么 音色就可以了 打个音色 如果你音色字不会拼的话 请你看键盘 键盘上有音色键 一模一样的单字 OK 绝对不会打错 不过记得 瓜葫加一下 加在哪一列上面 你要告诉他 我加在第三十三列 所以在这边insert 再来下一个的话 就是再来三十二列 再来三十一 所以它会一直一直往下 如果你不确定 到底会成功 我是建议 第一个 请你先把工作表 复制一个再来做 不然的话很容易失败 OK 因为你做错了 它没办法还原 所以你要记得 做错了 没办法还原 所以你一定要复制工作表 第二的话 请你按F8算了 主航跑 有4,没内识 打错了 这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 好 F8 所以这个地方 第三三列音色 第三三音色 所以它加一个 不过本来就空的 所以它向下几 再来的话 三十二 有没有 三十二多一个了 再来是三十一 三十一多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好 有没有一直往下 而且不会影响 记得一定要是反向回圈 因为其实我以前本来没有想到反向回圈 然后吃了很多苦头 因为下来之后要把它再加一 下来再加一 光加一减一头都晕了 后来发现 想很久 终于发现 其实反向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有后来发现的一个方法 所以以后只要删除 我用反向回圈就搞定 OK 那一样的方法 就印射一直到第三列 所以全部执行 OK了 接下来删除 可是删除特别注意 你删的话 一样要从倒过来删 所以我们从这根六十一 五十九 五十七 一直删到第三 所以一样是什么 反向 但是请记得就是说 这边一样是什么 点Delete 六十一到三点Delete 所以打一个Delete 然后后面一样是什么 一样是刮弧I 那不过记得 因为中间一定要step什么 -2 因为中间那个不能 你如果step-1那完蛋了 全部删关光了 OK step-2是说 我中间是删掉 跳过那个有资料的地方 跳过跳过跳过 OK 所以你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跳过的话 那会有悲剧发生 OK 因为全部删关光了 好 这个地方我们试一下 执行一下 全部就删完了 有没有 这样子就全部插入一个空白列 当然其他的还有更多变化 不过我觉得那些变化 花俏 都是从这边衍生出来 像我云端上 还有放什么 同学就说 老师那插入列 可不可以列高增加 高一点 可以 你就加一行就好 叫Row High 等于50 他高度就多50 另外还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一次插入两列呢 可以啊 音色两次 OK 那如果删除两列的话 这边可能也要删除两列 但是删除这一列 还要删除I-1那一列 这一列跟上一列 这底下是比较花俏的做法 提供 比较标准的应该是这两个 所以刚刚讲的这部分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做法 会的话 以后你要快速的插入那个空白列 跟快速的删除空白列 就会非常简单 另外衍生出来 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哪一些列你要删掉 像常常我们要用人工去看 这一列要 这一列要 那你就可以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那一列的条件符合 那你就把你要的那一列给删掉 这个工作上还蛮常用到 因为我常常就是 要删掉一些不需要的资料 可是你用人工来做的话 很花时间 所以跑一个回圈 也是反向 然后中间加一个一幅的逻辑 如果比如A栏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小于多少 或大于等等 或者字串比对也可以 那个条件为处 就把那一列给删掉 OK 再一直检查 这个有点像检查 甚至是我之前常用的是 删除重复列 比如说我这一列的资料 跟下一列的资料 有重复的资料 那我就把其中那一列给删掉 那概念差不多了 至少我觉得这些东西 反正就是跑回圈 加逻辑判断 再多一个删除列 其实就可以把你很多工作 简化 OK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把那个日期时间部分 大概段落 那下一次的话 就是再看一下数学 和那个统计相关函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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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